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需要出众的外表 不需要多才多艺 只需要一部电话一把声 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偶像 在日本的VTuber的人数 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 从只有几十个 然后一下子爆发到几千位 中国有九亿多网民 随着互联网快速普及而广泛发展 通过手机接入互联网的比例 更加高达百分之九十九 令到每个人都可以接触 甚至成为虚拟偶像 孔乐邦原本是配音员 他同时透过电话化身成虚拟偶像 做副业来赚钱 每个星期基本上 没怎么太断过副业 偶尔会唱唱歌 这个应用程式 有一千万个活跃用户 孔乐邦已经累积超过七万个粉丝 粉丝不时会在网上 买虚拟的小礼物送给他 他就靠收小礼物来赚钱 谁太不哭 只不过给我带来的收入 可能跟现实里找一份工作差不多吧 我们这一代人来说 希望能在网上获取到一些认同 最尴尬的一个问题是 我听你的声音很舒服 但是我睁开眼睛 看到你本人的时候 我只想把眼睛闭上 不过想在虚拟世界大红大纸 一样不容易 这一行真的挺对的 就是你要满足所有人 从幕后更走到台前 能激励自己在这条路 继续努力地走下去